以西节书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赠之事 你要说 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这样说 你的根源和出生地是在迦南地 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的母亲是赫人 在你生下来的日子 没有人替你断旗带 没有人用水洗你 使你洁净 没有人撒盐在你身上 也没有人用不包裹你 没有人顾惜可怜你 愿意为你做上述任何一件事 你却被人抛弃在田野 因为你出生的时候 你是被人厌恶的 但我从你身旁经过 接你在血中挣扎 那时你躺在血中 我对你说要活下去 我使你生长起来 像田间的植物 于是你生长起来 渐渐长大 好像最美丽的珠宝 你的凉乳长成 头发秀长 但你仍是赤身露体 我又从你身旁经过 见你已经到了谈情说爱的时候 我就用我的衣襟搭在你身上 遮盖你赤裸的身体 我又向你启示 与你立约 于是你就属于我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那时我用水洗你 洗净你身上的血 又用油磨你 我使你身穿刺绣的衣裳 脚穿海狗皮鞋 用细麻布给你裹头 又用丝绸给你披在身上 我用珠宝给你打扮 把手环戴在你手上 把项链戴在你颈上 又把鼻环戴在你鼻子上 把耳环戴在你耳朵上 把美丽的冠冕戴在你头上 这样你就有了金银的装饰 你穿的是细麻 丝绸和刺绣的衣服 你吃的是细面 蜂蜜和油 你实在非常美丽 佩登王后的胃 你的名声因你的美丽 传遍列国 你全然美丽 是因为我加在你身上的荣美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可是你倚仗你的美丽 又凭着你的名声去行营 你向每一个过路的人 纵情淫乱 你拿了你的一些衣服 为自己建造色彩缤纷的秋坛 又在那里行营 这样的事不应发生 将来也不会再出现 你又拿了我送给你那些美丽的精气银器 为自己铸造男人的像 与那些像行营 你又拿你的刺绣衣服 盖在他们身上 并且把我的油和香料 都摆在他们面前 你把我赐给你的食物 就是我给你吃的细面 油和蜂蜜 都摆在他们面前 做新香的祭物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更把你的儿女 就是你给我所生的儿女 献给他们做食物 你所行的淫乱 还算是小事吗 你竟宰杀了我的儿女 使他们精火 献给他们 你行这一切可赠和淫乱的事 并没有想过你年幼的日子 那时你赤身露体 在血中挣扎 你有祸了 有祸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行了这一切恶事以后 你又为自己建造高纲 在各广场上筑起高坛 你在各路口建造高坛 使你的美丽并为可赠的 又向每一个过路的人 张开两腿 多行淫乱 你也与放纵情欲的邻居 埃及人行淫 多行淫乱 惹我发怒 因此 我伸手攻击你 减少你的粮食 又把你交给那些恨你的 非利式女子 使她们任意待你 她们对你邪当的行为 也感到羞愧 可是 因为你还不满足 又与亚述人行淫 你与他们行淫之后 还是不满足 于是你增多你的淫乱 与贸易之地加勒底行淫 你还是不满足 你行的这一切事 简直是任性无耻的妓女所为 可见你的意志是多么的薄弱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在各路口建造你的高纲 又在各广场上逐起你的高坛 然而 你并不像一个妓女 因为你藐视卖淫所得的赏赐 你这淫乱的妻子啊 你竟接外人而不接自己的丈夫 人都把礼物送给妓女 你却把你的礼物送给你的爱人 贿赂她们从四面来与你行淫 你的淫行与别的妇女不同 因为不是人把礼物送给你 要求与你行淫 是你把礼物送给人 所以你是不同的 因此 你这妓女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的情欲倾注出来 你与你的爱人行淫 露出你的下体 又因为你败一切可赠的偶像 流儿女的血 把血献给偶像 所以 我要把所有与你欢和的爱人 就是所有你所爱的 和你所恨的 都聚集起来 我要把他们从四围 聚集起来攻击你 我要在他们面前露出你的下体 使他们看见你全身赤裸 我要审判你 像审判行奸淫和流人血的妇人一样 我要因我的烈怒和度分 使流人血的罪归在你身上 我要把你交在他们手里 他们要拆毁你的高纲 破坏你的高坛 剥去你的衣服 夺去你美丽的珠宝 只留下你赤鹿的身躯 他们必带一大群人上来攻击你 用石头打死你 用他们的刀把你砍碎 他们也要用火烧你的房屋 在许多富人面前向你施行审判 我必止住你的隐形 也必使你不再把诱人形影的礼物送给人 这样我向你发的烈怒就可以平息 我的度分也可以离开你 我可以平静不再恼怒了 因为你不追念你年幼的日子 反而在这一切事上惹我发怒 看哪 我必照着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在你一切可憎的事以外 你岂不是还行了这淫乱的丑事吗 凡引用俗语的 必用这俗语指着你说 有其母必有其女 你实在是你母亲的女儿 他厌弃自己的丈夫和儿女 你实在是你姐妹的姐妹 他们厌弃他们的丈夫和儿女 你们的母亲是赫人 你们的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 他和他的女儿们住在你的北面 你的妹妹是索多玛 他和他的女儿们住在你的南面 你不但行他们所行的 做他们所做的可赠之事 而且你还以那些事为小 你一切所行的比他们更坏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的妹妹索多玛和他的女儿们 都没有行过向你和你女儿们所行的事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 她和她的女儿们都骄傲自大 粮食丰足 生活安逸 却没有帮助困苦和贫穷的人 他们自高自傲 在我面前行了可赠的事 我看见了就把他们除掉 撒玛利亚所犯的罪 还不及你所犯的一半 你所行的可赠之事比她更多 以致你的姐妹 以你所行的一切可赠之事而显为义 你既然使你的姐妹较显为义 你就要承担自己的耻辱 因为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所犯的更可赠 他们比你更显为义 你使你的姐妹较显为义 所以你就要惭愧 承担自己的耻辱了 我要使索多玛和她的女儿们 撒玛利亚和她的女儿们从苦境中转回 我也要使你们跟她们一起转回 好使你担当自己的耻辱 并且因你一切所行的 使她们得了安慰 你就自觉惭愧 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女儿们 必回复原来的状况 撒玛利亚和她的女儿们 必回复原来的状况 你和你的女儿们 也必回复原来的状况 在你骄傲自大的日子 你妹妹索多玛 在你口中不是成了笑柄吗 那时你的恶行还没有显露出来 现在你却成了以东的女儿们 和以东四围的众人 以及非力士的女儿们 讥笑的对象 你周围的人都轻视你 你要承担你那些淫乱 和可赠之事的后果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这藐视誓言 背弃蒙约的 我必照着你所行的报应你 但我仍要纪念 在你年幼的时候 与你所立的约 也要与你建立永远的约 你接纳你姐姐和你妹妹 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你所行的 并要自觉惭愧 我要把他们赐给你做女儿 但这并不是出于我与你所立的约 我要建立我与你所立的约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好使你在我赦免你所行的一切时 就会回想 自觉惭愧 并且 以你所受的羞辱 不再开口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赦免你所谓的约 我赦免你所谓的约